艺术能量 五分钟 认识一位艺术家 欢迎你登上艺术方舟 我是Color爽 我们乘着方舟 穿越到了200年前的法国 没错 又是法国 我们的方舟 降落在一个 小乡村里 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儿 这个小乡村里住着一个富农 年纪一大把的富农 一直想让儿子继承自己的农场 可每次都被儿子拒绝 爸爸 你知道我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 而且我发誓 我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 所以我决定下个月就要去巴黎学习了 正如富农所料 这次还真是没能说动儿子 无奈 他只好退一步 跟儿子谈条件了 你可以选择去巴黎 但我只负担你的学费和生活费 其他的费用 你自己想办法了 如果你混不好 你就得回来继承农场 儿子万万没想到 父亲竟然会同意 十分感激地接受了父亲的条件 于是当晚就满怀欣喜地收拾行李 坐上火车前往了巴黎 这位励志要一辈子画画的年轻人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米勒 不过 米勒来到巴黎之后才发现 日子并没有那么好过 父亲给他的钱 交完学费之后 剩下的都不够吃饭了 更别说买护化材料 米勒只好饿着肚子 到处去接一些能挣钱的订单 比如给贵族画肖像 或者香艳的裸体画 只要是好卖的画 他都解 不过 这也让米勒的绘画功底 越来越扎实 越来越有名气了 但米勒知道 有名气并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他也不想要 快看 就是那个肖毛老的画 什么画挣钱他就画什么画 一点都没追求 真是太土了 两个画商在米勒的画前 小声地议论着 一旁的米勒听到后 心里很不适滋味 这十多年来 一直被别人叫做香巴老 但这一次 米勒彻底受不了了 米勒闷闷不乐起来 他背着画架 去巴黎郊区散心 偶然发现了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 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巴比松 跟嘈杂的城市比起来 这里的一切 显得格外的安静而存 正午的阳光 照在米勒的画架上 金灿灿的田地里 农民们辛勤地劳作着 转眼就忙到黄昏 不远处的教堂传来 当当当的钟声 农民们听到这钟声 都停下手中的农活 拍拍身上的尘土 朝着教堂的方向 虔诚地低头祈祷 嘴里还洋溢着 期盼的微笑 刹那间 这种朴实的温情 打动了米勒 这种朴实的农村场景 他觉得十分熟悉 他回想起 以前在农村的生活 一到这个季节 全家人一起在田间忙碌的情景 富有得红了眼眶 米勒将这一刻自己的所见 所想 用心地描绘了出来 与之前的作品相比 米勒在巴比松期间的作品 更显得纯真了 他改掉了之前的明亮色调 和精细的技法 转而变成了昏暗的色调 和粗糙笨拙的笔触 画中的主角 也由精致的贵族 变成了不起眼的农民 米勒生动地描绘了农民 在劳动中一瞬间的场景 在他的画里 技法不再是最重要的 而是饱满朴实 又真挚的情感 就连名字起的 也都非常朴素 米勒找到了自己 真正想要表达的艺术 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农民 米勒把这期间的 所有的作品 送去参加官方艺术展览 不料 这种农民化的题材 成了这次展览里面 被大家抨击的焦点 米勒果然是个乡巴佬 还画起了土里土气的农民 这时米勒回应道 我自己就是个农民 没有人比我更适合画农民了 虽然骂声一片 但在展览结束后 米勒的画 居然被人以 45万法郎的高价买走 因为米勒画里 与城市完全不同的农民题材 到时给城里人带来了一种 对田园生活的新鲜感 好了 这次的米勒就讲到这里了 另外再告诉你 后来啊 很多艺术家 也都莫名地跑到巴比松去写生 他们还一起组建了一个 巴比松画派 米勒也是其中的一位 米勒生活的巴比松村子附近 还有一个景色非常优美的旅游圣地 叫做风丹白鹿 去法国玩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这里啊 下次我们要去找一位 一生至爱 舞女题材的画家 她会是谁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